現場來關心暖冬加上乾旱 台中離山的離樹大面積新芽枯寺 導致開花結果都沒有辦法成熟了 這樣的災情農損將近四億 而在新社的桃子同樣也面臨慘況 台中市長盧秀燕趕緊上山推銷 還說已經有補助方案來幫助農民 台中市長盧秀燕穿起袖套 還夾了個桃子小髮夾 來到新社推銷桃子 轉下來就可以了 就這麼簡單 對對 所以媽媽們阿公阿嬤小朋友 都可以做 就這樣捶 就下來了 市長很賣力要大家來採桃 吃桃好吃又好玩 這個先生很捧場 上週來這個禮拜又再來 我們已經連續來了好幾年 都有來這邊採 今年暖冬時間不足 所以它會開花 但是它花芽分化不好 所以它開花之後 它沒有辦法授粉 授粉之後它就直接就掉了 因為今年暖冬再加上乾旱 桃子產量只剩三成 農民叫苦連天 不只桃子 台中市離山地區離園也很慘 大面積的離數紛紛傳出 辛牙枯死 無法開花結果的災情 甚至有人整片離園 全軍覆沒 初估損失近四億元 那我們農業局就已經有 現金的救助 那我們跟農會合作 那另外也有一些低利貸款 希望大家 協助大家度過暖冬 市府表示 全台都面臨一樣的氣候問題 台中很早就啟動補助計畫 市長也撩落去幫忙推銷農產品 希望可以幫助農民 記者陳儀王英璋台中報導 給我一下 看你太好了 有沒有人 照顧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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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